女人千方百计嫁入豪门,却把十月怀胎的孩子转手送人,还要对富豪丈夫谎称,孩子刚出生就夭折去世,就在刚刚,艾莎不听朋友劝阻,把刚出生的孩子送给了别人,便给了一大笔钱,希望可以好好对待自己的孩子,未来到早日摆脱丈夫,她不信瞒得富豪丈夫编卖了自己的首饰。 学长时代的艾莎一眼被富豪看上,也从中嫁入了豪门,在外人眼里,他们是一对恩爱甜蜜的夫妻,而只有艾莎才知道这是噩梦的开始,富豪是家世显赫的外科医生,在医学界互讲无数,在这次班长典礼上,她也把自己的荣誉归功于妻子,而就在旁人羡慕这一对狼才女帽时,怀孕的艾莎不小心打碎了酒杯,酒水溅到了富豪身上,她慌张的急忙擦拭,生怕有事发生,富豪现状一把揪住她的手,亲身告诫她, 不要那么丢脸,便匆匆离去 回去的路上,富豪痛得妻子,故意让自己出丑,于是将油门一踩到底,悬然不顾怀孕的妻子,吓得她慌张不语,不仅如此,艾莎与朋友接触太多,也会受到一顿鲁骂 并点递她身边的朋友都是一些下等人,这都不算什么,虽然她觉得没有尊严的是,连儿子晚餐想吃什么,她都无权决定 就在这天,儿子偷偷地先吃了一口,对无形的父亲看见,她容忍不了儿子没有餐桌礼仪,让她把食物扔到垃圾桶里,但孩子的鼓动令人大吃一惊,男孩竟然在垃圾桶面前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 艾莎看着孩子的行为,用心忡忡,而孩子渐渐也有了富豪的身影,转天,艾莎接到学校电话,听说孩子出事,她挺的大肚子急忙赶到学校,到后才知,儿子对女学上做了粗鲁的事件,并把女孩藏了起来,在场的教室找寻了好多地方都无果 最终,艾莎在垃圾档里找到了女孩,幸好及时发现,孩子并无大碍,看着眼前种种的事情,艾莎决定带儿子逃离这个魔窟 但还没等出发时,凉水竟然流出,富豪得知妻子临产,急忙赶到医院,而正他满婚喜悦地想要看孩子时 我们在哪里? 我们在这里,我们在这里,我们在这里,我们在这里 我们在这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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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富豪不敢相信,慌张地前往行尸房,而他却不知道,孩子早已被别人抱走,并与他失之交臂 与此同时,一个男人正在停尸房慌张地调换名片,而就在这时,富豪也突然走了进来